动保管制队出动抓了几只浪犬 还特别都是黄色的狗 就因为有民众说现场有黄狗会咬人 除了抓走的几只还放了又捕龙 在脸书社群有民众发文 说在3月4号晚上就在台南永康科技园区内 被一群野狗追咬 两只脚因此伤痕累累 颇文中还说接获通报的动保处 竟然还要他们指认狗凶手 针对民众的指控动保处回应说 是为了要进行后续的管理 浪犬成群结队追人甚至还会发动攻击 而曾经造成死伤 为了降低流浪犬只的数量 台南动保处跟动保团体联手合作 除了帮忙进行抓捕结扎 还定时举办送养多年来的成果 台南浪犬结扎率六都最高 流浪犬只的数量近几年也明显少很多 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 有朝一日街头不再有流浪狗 华时新闻刘涵生邱军平谢雨昕台南报道 我是陈雅玲 想要跟我一起丛林掌握天下事吗 赶紧按下华时新闻YouTube频道的订阅按钮 开启小铃铛 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 给您最专业的华时新闻 给您最专门的华时新闻